一声哨音 PPT为您带来中超联赛第八轮广州康大淘宝 在珠上迎战北京中后国安的比赛 左右都可以去处理 接近了罚球区 扣过来左脚射门 高连的射门 保利尼要听球再转身 上来直接打门黄不 左脚打得漂亮 但是邹德海神扑拒绝了黄博文 这个球恒大首先打得好在于 黄晓婷顶上来去把奥古斯托的球断掉 今天这个球本身就比较难处理 黄晓婷这一下 这球只要断下来奥古斯托 形成了单道球的机会 奥古斯托挑过门将 这球还是被刘建作 关键时刻的一触球 把球改变了方向 今天广州恒大淘宝候赏的失误啊 绝对不能够这样 因为确实 奥古斯托比埃拉这些人 发动反击的能力非常强 这个球奥古斯托也采用了 应该是一次回传球给政治的一个失误 国安的脚球开起来 头都蹭到后点 球扯进了 应该是BA了 埋伏在后点 祝福国安 以为取得了领先 但是边才举齐了 那一刻有一名恒大的球员 是抬脚 再给李学鹏 左脚兜船 另外一顿 张临鹏 这球被挡出来 金鸣灾 飞身堵枪眼 把球直接用身体挡住 奥古斯托刚才被正面 冯孝婷断了一次 然后自己跑动也下来了 还是黄博文来出发 跌不错 这个投球顶得太正了 宋多海反应够快 而且他的位置选择得非常理想 奥古斯托习惯在左路 自己左脚传到了另外一顿 国安队又是快速的降回球选 一脚支塞球 看看BA了 刘建座够稳 刚的时候我们也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形 包括比埃拉上演帽子戏法 在那场比赛当中 跟王子明的牵扯有非常大的关系 刚才曼东作看到比埃拉呢 是处在明显的阅位位置上 这边有击个投球 镜头一回来便看到了 高林的一次飞身投球 但是这次投球 还是差之好理 没错 他确实有个人能力 整治 连续过人一条龙 给到高林又叫舍门 别拉 把球拿下来了 两名球员强大中的再给别拉舍门 敲进了比埃拉 这样的话连续的两场中场联赛 国安队的西班牙外员比埃拉 现在已经打进了四球 在上一场面对大力一封 成功戴帽 本场比赛面对恒大逃跑 现在帮助客队取得了进球 刚刚说完啊 郑志和高林的这个体力是最关键的 刚才就是郑志和高林上去之后 没有办法把这个攻势延续下来 可能是他们的体力已经出现了问题 投球点过来 杨吕鱼在侧 鲍利尼啊 这是有没有手球 外围再打又被荡出来 主赛办克拉腾伯格的手势呢非常清楚啊 没有任何问题 比赛继续进行 没有 这是可传可打的一个 特点再坐过来 这边是吃中果 张林鹏扣过来 贾东座漂亮 再给他中路 余大宝探地八村把球顶出来 还是张林鹏 羞魂的转身再给后点 球到了人也到了 但是没有人球的结合 又是快打旋风推进过来 魏智豪再给后点 三米球远 得球钉在边往上 这时候国安队的球员 踢得更加的游人有余 张希哲停下来 没有越位再坐回来 这边大门 王子明 王子明 但是变才 变才应该是举棋了 张希哲的空切 时机是比较好 但是他绝对速度不够快 需要提前启动来去空切 这一下越位 最为精彩的比赛之一 宝利尼奥 大踏步 蹚起来 扣过 左脚再打 余大宝又一次挡在了他面前 好 金明在这球往前突的时候 还是注意了 好 这边顶过来 靠边看看 张林鹏 传起来 投球 这球确实顶得并不舒服 好游泳 好 这个时候全场比赛